花蓮慈激医院3月底爆发急诊室护理施展医院方第一时间启动防疫作为 不过其他确诊足迹在花蓮还是不断扩散 对于定期回诊民众陷入是否要出门的穷劲 为了保障民众的就医权利 花蓮慈激医院配合卫福部花蓮县卫生局防疫政策 推动了视讯门诊 目前有23个医疗科有118位的医师 为有需要的民众可以提供免接触风险的医疗服务 3月底花蓮慈激医院爆发急诊室护理施染疫 院方也在第一时间启动相关防疫作为 但疫情影响民众减少出门医院 花蓮慈激医院视讯门诊需求大增 尤其清明廉价后的需求量是疫情平息时期的6至7倍 因此花蓮慈激医院配合卫福部花蓮县卫生局防疫政策 推动通讯视讯门诊 服务室用身体不适必须定期回诊追踪 或是慢性病患者线上问诊 花蓮慈激医院表示民众只要透过手机连上网路就可就诊 看诊后除了能到医院领药 也可由医生释出处方间批架单 就进到超商付款社区药局拿药 试訊门诊科别包含感染内科 皮肤科 胸腔内科 心脏胸腔外科 心脏内科等23个医疗科 118位医师 有需除民众请直接扫描挂号QR Code 医院网站网路挂号 或拨打专线0385-74885至转诊远区中心预约 接着长方眼华联士报导